做工方面是完全不舒服的 哈喽大家好,我是皮仔 今天这期视频呢是我上半年找到的所有适合小个子好穿的长裤合集 那我会把这些裤子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呢是适合胯宽屁股大的离型身材 另一部分呢是适合小骨架或者说胯不是很宽的身材 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小骨架的离型身材啊 那首先呢我们就来介绍一些适合胯宽屁股大的离型身材的裤子 离型身材加上小个子啊两个buff叠满真的很难买到合身的裤子 当然适合离型身材的裤子基本上就可以适合所有身材了 那第一条适合离型身材的裤子呢就是Fabric这条很有设计感的牛仔裤 Fabric之前就跟大家推荐过了 他们是设计师作品集成的一个品牌 那这条裤子呢它是有一点沸土风的感觉 就是带一点做旧的颜色 然后也有膜白啊猫须这些设计 时髦度很高 我觉得对于牛仔裤来说最重要的两点就是版型和面料的舒适度 那这条裤子它这两点做的都非常好 先看版型 它是比较宽松的baggy jeans 对胯宽屁股大的离型身材就非常友好 很能藏肉 胯这里会有很多空间 即使秋冬里面穿一些秋裤啊 棉毛裤什么的都可以 那baggy jeans它跟一般的阔腿裤相比 它的裤脚呢会稍微有一丢丢收口 时髦度和设计感都会更强一点 是我个人非常喜欢裤子的版型 再说面料 这条裤子它的面料完全不硬 也不是特别厚 它是春夏可以穿的那种牛仔裤 它是百分之百纯棉的 然后你这样随便一抖动 还有一些垂坠感 然后我随便这么一抓 大家应该能感受到 它是那种很柔软的裤子 很硬的牛仔裤 这样抓是有点抓不动的 如果面料是硬的 我会跟大家讲的啊 那这条裤子夏天穿 上班久坐是不会勒啊 或者闷什么的不舒服 版型时髦有设计感 然后面料也非常好的一条裤子 那我穿的话呢 腰围会稍微有一丢丢宽松 现在呢也有折扣 这条裤子我非常非常推荐 我也帮大家要了一个 全场无门槛八八折的折扣码 搭配的这个背心也是挺独特的 它是带一点帅气利落感的那种小香风 完全不会俗气 A版型是比较宽松的直筒版型啊 然后胸口呢也是大方领的 就很显瘦 也可以弱化掉一点女性的感觉 面料呢也是比较挺阔的 完全不会廉价 包括做工啊 扣子的细节什么的质感都是非常好的 这件背心也是超级无敌的摆搭 后面推荐的裤子 我觉得都可以用它来做搭配 非常非常的实用 第二条适合离心身材的裤子呢 是优衣裤新出的一条绑西装裤 它这个颜色调的非常的好看 不是一般的卡其色 它是带一点奶白色调在里面的 是非常高级显贵的颜色 我觉得这条裤子就是肯兜那一条 大几千美金的RAW的那条裤子的平体 那优衣裤的售价呢就是四五十美金吧 裤型呢是经典的直捧阔腿裤 很适合离心身材 然后它也做了捏褶的裤缝 修饰身材还可以增加高级感 面料呢是适合夏天穿的这种轻薄款 很透气舒适 而且它这个面料是有防褶皱设计的 脱下来之后随便乱丢什么的 也不太会有褶 而且是可以冷水积洗的 特别方便打理 就超级适合通勤 那这条裤子是高腰的 腰这里呢是有松紧的 有一个细节我觉得处理的很好 就是它这个松紧是全部都被包在这个裤子里面的 看它后腰这里是看不到那个松紧 那种冷冷的 松紧是藏在里面的 这样子呢会让这个裤子看起来更加有质感 更高级 细节上看上去就是非常贵价的那种裤子 那我这条呢是最小码的 它这个腰围比较紧 如果大家想舒适一点的话 可以选大一码 这条裤子大家一定要试一下 食物的质感绝对是远超于价格太多了 这条肯定是优衣裤的年度神裤了 第三条适合临行身材的裤子 同样是fiberate的一条牛仔裤 版型和面料都很不错 也是他们很热卖的一条口碑款 这条也是比较宽松的 胯和屁股这里就很藏肉 裤型是那种很放松的感觉 这条裤子它的设计师呢是一个韩国女生 为很多韩国的女明星设计过衣服 所以这条裤子它是有一点那种寒寒的感觉 版型是有一丢丢轻微萝卜裤的感觉 高腰有裤缝捏着的设计 颜色是很好看的牛仔原色 也做了一些白色的明线 有点复古的感觉 也有点像日系潮牌的感觉 同样是时髦度很高 面料呢是百分之百绵的 非常的柔软 你看我这样随便一抓它也是那种软软的 像布裤子一样的感觉 穿着非常舒服 还有一点就是有些这种原色牛仔裤 它如果做工不好的话 手摸多了会掉色 然后你穿白T恤什么的 也会有点染色 但是这条完全不会 它的做工非常非常的好 搭配这种短短的背心就比较松弛 也很显高 这件背心也是fabrate的 它还有一个配套的半裙 想更休闲度假一点的话呢 就可以配这个裙子穿成一套 那这一套的设计师呢 是意大利顶级男装品牌 KITO的前首席设计师 KITO一套定制西装的售价 差不多都是要4到5万美金了 所以这一套背心群呢 算是平价买到了一个高奢的设计 面料的颜色是接近大自然岩石的颜色 是很舒服高级的配色 还带了一些杂色在里面 很多差季风的大豪宅装修 就是这种感觉 像卡泰山他家 非常有高级的那种质感 面料添加了一些压麻的成分 下面穿特别的透气凉爽 然后这个半裙里面是带内衬的 侧面呢还有口袋 腰围是带松紧的 可以调节很舒服 背心有这种带小球的细带 然后它里面也都是有按扣设计的 不用担心走光 下摆这个流苏标是增加了一些 那种假日休闲海岛风的感觉 但我也帮大家要到了一个折扣 我会整理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和评论区里 它们还有一条连衣裙特别美 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件 这件算是fabric最火的一条人气款连衣裙了 它是咱们中国设计师的作品 所以很适合亚洲人的身材 全身都是有这种立体的风铃花编织的吊阵 有点像古典的油画花卉一样非常非常的美 也特别符合咱们亚洲人温婉的气质 这个花朵它在走动的时候是会自然晃动的 特别适合度假和周末玩的时候穿 然后你拍照啊什么的也非常出片 它里面是带一个吊带裙内衬的 如果你不想要的话可以自己拆掉 裙子除了白色还有黑色 然后它们还出了同款的上衣 如果想要更日常一点也可以搭配裤子穿 第四条适合小个子离心身材的呢 是三条西装阔腿裤 我们一起来说啊 一条是Aritia最有名的The Effelis Pants 还有这两条是Pertique Studio的 那我个人最推荐的是Pertique Studio这条白色的阔腿裤 这条裤子之前已经跟大家推荐过了 价格呢会比Aritia那条便宜 但是在细节还有做工方面是完全不舒的 长度对小个子也很友好 它里面呢是有内衬的可以防透 裤脚部分的这个内衬呢会比外层要短一些 所以在脚踝那里是有一点清透的感觉 会更显轻盈 面料呢也很轻薄适合夏天 垂坠感也非常好 后腰这里是有很短的这么一小段松紧啊 它是不影响细节的精致度 但是这一小段松紧的弹性非常非常大 刚才说的优衣裤子这个裤子它里面也是有松紧的 但这个松紧它的弹性不是很大 就是稍微有一点拉不太动 我觉得Pertique Studio这条裤子它在腰这边的舒适度会更高 Pertique Studio它们家的裤子整体来说腰围是偏瘦一点的 小瘦子会很喜欢 如果想更宽松舒适一点的话可以选大一把 浅色的裤子夏天就可以用来配一些带色彩的上衣 这件镂空短袖很精致 它每件都是需要17个小时的手工编织制成的 所以你看它这个花朵是很立体的 很有层次 然后衣服边这边都会有一些波浪的花纹 质感非常的好 面料是全棉的 贴身穿会很轻敷 那如果里面怕透的话呢 给大家推荐一个这个打底的背心 它是有很多颜色的 这件是那种卡齐接近肤色的 而且它里面自带胸便 就特别适合夏天做内搭 可以穿在这种镂空啊 或者那种浅色有点透的衣服里面 如果要穿漏肩的衣服的话 它这个背心的肩带还可以拆掉 也可以把它当一件抹胸来穿 这条裤子除了白色还有黑色的 也是非常轻薄的 Pertice Studio这条要比Aretia的更轻薄一些 黑色的裤脚里衬也是短一截的 不过黑色可能不太明显啊 那Pertice Studio这两条裤子 白色的这条侧边是没有口袋的 因为浅色怕口袋这块露出来不太好看 黑色的是有口袋的 搭配的这个针织马甲呢是黑白几何图案的 在视觉上会更加亮眼一些 就很适合这种纯色的基础款裤子 也可以把视觉重心放在上半身 这样会比较显高 那这件它因为是针织面料的嘛 所以它是带弹性的 上身之后的贴合度会非常好 那如果你是像我这种上半身的瘦子 或者平胸或者小骨架 它穿起来都是不会空背走光的 所以通勤穿也可以 同样非常的实用 V领的领口可以显脖子长 然后这件它对身材的包容度也很高 手臂这边呢还可以遮腹乳 而且它是寄扣的嘛 你可以敞开穿 在里面搭配一个吊袋来做叠搭也没问题 然后Aritia的这一条 The Eflis Pen应该是他们最有名的条裤子 确实做工质感啊 面料各方面都很不错 仔细看的面料是有一点纹理的 可以增加高级感 那我这条是最经典的一个版本啊 它的面料也不是很厚 我觉得比较适合春秋 那它们也出了很多不同的款 有样拿材质的啊 然后有那种CORB短板的 还有色丁面料就是像真丝的那种 裤长呢也是有Pertite小个子尺码的 颜色选择也非常的多 那我这条经典款的Aflis Pen的面料 会比Pertite Studio这一条稍微厚一点点 它是带一点分量的 Pertite Studio这条很轻啊 会更适合夏天 第五条适合离型身材的裤子就是 王者优衣裤的这条降落散裤 之前也给大家推荐过好多好多次了 看过视频的小伙伴应该都入手了吧 这条裤子就是又便宜又实用 可以穿去爬树啊 就是随便造都不心疼 面料呢是素干的 之前我去夏威夷哈火山的时候 就穿了这条裤子 那爬到一半下阵雨了 这条裤子干得非常快 特别适合夏天 在雨季或者运动春汗的时候穿 裤脚呢是有收口设计的 下雨的时候可以把裤脚收紧 这样子不容易弄脏 裤型就是很宽松的大阔腿裤 适合所有的腿型 而且它们还出了short版 更加适合小个子 这条裤子我觉得绝对也算得上 是优衣裤的年度神裤了 第六条适合小个子离心身材穿的裤子呢 是两条ambercrumbia的长裤 一条是之前已经跟大家推荐过的 这条阔腿牛仔裤 它这个裤型就是比较宽松的 时髦版很强 然后裤长呢也有很多选择 我这条是short版的 然后它还有适合大马女生的裤子 尺码的选择特别全 然后这条呢它是高腰的 在胯和屁股这边的空间也是很大 很藏肉 不过这条牛仔裤它的面料 就是没啥弹性的那种牛仔 也不是特别的轻薄 这要跟大家讲 还有一条也是ambercrumbia的 这条是一个中腰的阔腿裤 我觉得这条裤子它还挺特别的 像穿个背心什么的 可以露一点腰 也是时髦度会更高一些 那这条呢它同样是阔腿裤 面料的垂垂感也挺好的 跟Aretia的那条有点像 然后我还解锁了它的一个新穿法 就是在里面套了一个这种boxer的短裤 露一点点编出来 它就变成了一个造型感更强的裤子 那有很多DL的裤子 它的裆都比较浅 穿起来会有一点卡裆 但是这条裤子完全不会 它是很舒服的 一点都不会卡裆 就是可以穿去爬山的那种舒适度 然后裤长它们也出了适合小个子的short版 我这条就是同系列的 还有高腰款的也很不错 非常推荐 那下面的裤子呢就不太适合 离型身材了 胯会收得比较紧 更适合小骨架的姐妹 因为小骨架的胯骨不够宽 穿刚才那些宽松的裤子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穿一些合身一点的裤子 在胯着的位置 就会有一个空的骨包 有点像小胸穿内衣会空杯的那种感觉 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的 我在全网搜刮了半年多的时间啊 找到了下面这些 适合小骨架姐妹穿的小个子神裤 那第一条呢 必须是Levis的两条经典神裤 第一条呢就是之前已经推荐过 无数多次的这条Baggy Dad 那这条是我找到的Baggy Dad出的一个新款 它的裤长是28寸的 会更加适合小鸽子 那之前呢给大家推荐过30寸的 会有一丢丢彩地 不过更有堆堆的那种时髦感 然后这个28寸的呢就是完全不踩地的 更利索合身 裤型就不用多介绍了 美式复古最经典的一个版型 那这条28寸的呢 它的胯这边就是收进去的 包裹的很好 非常的贴合 那如果是灵性身材 想买这条裤子的话 可以选大一码的 或者选30寸 或者32寸的 因为30寸的那个版本 它这个胯这边 会比这个28寸的要宽松很多 然后呢就是Levis非常非常经典的 直筒裤RIP KID 这条是我年初 SANS打折的时候买的 现在他们正好也是年终大错 应该也会有折扣 这条裤子就更加的适合小骨架 因为RIP KID它的胯也是收紧的 包裹的很好 不会有那种奇怪的骨包 胯这里包裹的好呢 就会显得屁股也很翘 所以它是很修饰身材的 裤型是很经典的直筒裤 面料同样非常非常的软 然后这条的裤长也刚刚好 是完全不拖沓的长度 BAG DAD 对于离型身材来说还可以 但RIP KID这条裤子就真的不太适合胯宽的离型身材了 最后呢就是A GOLD A GOLD还是怎么 反正不太确定这个牌子怎么多 反正就是这个品牌的这条裤子 我觉得这条它是介于中间啊 也不是说胯这边包的特别紧 胯和屁股不是特别特别大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穿的 这条也是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的 它是一个高腰的直筒裤 穿起来当这边很舒服 然后裤型呢也不是特别肥大的 就是比较合身的 不会压个子 但是版型还是比较休闲的这种直筒偏扩腿裤吧 那它的胯这里呢上身之后 不会有那种撑不起来的骨包 然后裤子也有一些磨白的处理 我觉得配刚才这个背心也挺适合的 然后这条牛仔裤 它的面料同样也是很软很舒服的 最后来补充一条是 最近刚刚收到的这条灰褐色的一个酒奔裤 这条它的舒适度和版型 包括做工各个方面也都是非常不错的 我觉得值得入选上半年的这个年度裤子合集 而且它有两种穿法 裤脚有一个收口的扣子 扣起来的话呢可以变成小脚裤 腰围这边也是带松紧的 而且它有两颗扣子 同样可以调节大小 面料是弹性很大的 同样也非常轻薄适合夏天 然后除了这个灰褐色以外 它们还有米白色 同样也是非常适合小个子 以上呢就是这个视频的所有内容 我觉得还是挺丰富的 然后应该也挺实用的吧 所有的购买链接 包括折扣 我都会帮大家整理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 还有评论区的置顶评论里面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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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